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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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講開一段故事 又當然有我Michelle 大家今天一定有聽過 就是食辣肉 這三個字 經常聽到人說 吃辣肉都沒有味 又或者對著規律 就說吃了辣肉都不肥 其實就是笑他去不受補 但在現代人來說 根本不可能吃到辣肉 喜歡吃什麼都放進口 連鱷魚都沒吃過 這句廣東話的出處又在 在哪裏呢 所以吃辣肉可以追溯到耀迅年代 說到歷史前面 耀迅年代 當時的皇帝是有辣肉吃的 而且視為山珍 真 真是很矜貴 所以專門安排人手在皇宮裡 養辣肉 要是用來吃 要是用來訓練他做表姨 並且賜他有姓氏 真是夠厲害 在左轉有這樣的記載 古舍蓄農 顧國有幻 農士有餘農士 幻是解釋幻養 養肥他才吃的 好了 餘就是駕馭 控制條龍的意思 控制 當時有位同低族的美食家 同姓的養農人 就叫做董 董 董 養農和訓練他們 搞到出神入法 好厲害 因此姚信請他入宮 並且賜他姓叫董 董氏一族就是這樣發跡 之後就因為戰亂和人為的開發 龍就越來越少 最後一次的史書記載 就是公元前513年 即是大約2500年前 中國的鋼都 近郊發現有龍跡 但當時百姓對龍 真的不認識鐵 所以引起了恐慌 龍因為水窄之源越來越少 又被人吃了 因此絕了 拜拜 只留下一個視龍肉為人間 美食的虛閑 不如叫先人幫忙 請龍肉的美食董婦出來 說龍肉是甚麼味 和怎樣煮法 行不行 誰會走 對死人 很精采 好 確定 另一位 消息 日出